核二二號機 在明天 他的服役的40年期滿了要停機 我們現在從4月底會開始測試 那測試到被調度的時間呢 會在夏天用電高峰的時候 一定可以被調度 你知道那個核二他停對不對 國民黨就會去罵嘛 花姐已經準備好了 你們好友誼反對 我們今天就這樣回答啦 成功轉嫁到 我做事 蔡總統你的官員 真的是生活在我們的 跟我們一樣嗎 還是我們現在跟他們是 多重宇宙呢 2016年的時候 蔡英文總統告訴大家說 在非和家園的規劃之下 台灣未來絕對不會遇到缺電的危機 電價呢在10年內也不會大幅所長 完全都是屁 多出來的部分 就用DPP官員跟DPP立委的薪水補 為原意下如何 然後吳秉瑞自己 不用說贊成 吳秉瑞還我錢 真的是還我錢耶 我就請問大家 你覺得現在的物價很穩定嗎 你覺得現在的民生有被照顧到嗎 和二廠二號機 14號正式除役王美花說 水力發電會替補核電 保證不缺電 但學著打臉 和二廠二號機 一年可發出75到85億度的電 但水力發電每年平均才35億度 即便水情狀況穩定 最高也只能到58億度 根本難補電力缺口 再加上去年兩部除一的電力機組 缺口也還沒補齊 王美花說不缺電再騙百姓 蔡政府想用綠能頂替核能 藍軍怒轟 這不但讓台灣變成燃氣家園 甚至損失千億元 二號機今天把它廢掉了 就是每年它可以收入120億 天然氣得你要多花240億 民間團體說 因為你把核電廠廢掉 所以一年台灣要多增加 全部增加1600億 這都是錢啊 電價幾乎確定會調漲 更傳出耗水費也會漲 網友罵翻你民進黨以前 碼油電雙漲 現在你水電全要漲 蔡依依是怕台獨金孫太好選嗎 過去王美花曾經承諾不缺電 結果卻大跳電 這回敢不敢拿烏紗帽 保證不缺電 王部長 就用了 絕對不缺電 只要再一次大停電 你下台 敢不敢這樣講 電如果發生缺電 當然這個是我最重要的責任 你要不要下台 這個當然是我最重要的責任 這就是我的政治責任 你不敢承認啊 機部強調電價漲多少 要等電價審議委員會協調 而漲水費目前暫時沒有規劃 但供電缺口補不齊 就怕百姓收了荷包 還得膽真受怕 麻煩就是水電要雙漲了 因為氣候變遷之後 缺水會變常態性問題 但是經濟部長王美花說 自來水價要重新考慮 兩個月內檢討用戶水價 經濟部電價費率審議委員會 要討論四到九月電價 立委說希望台電不漲電價 避免通膨更嚴峻 但王美花說台電也需要撐住 相關言論跟態度被視為 民生電價將調漲 一定漲 更重要的是 王美花今天開一個記者會 說沒有關係 何場二號機停機 就現在開始 它已經在降載 明天或後天應該就全部停掉 他說有幾個要補這樣 對 他說好 我們先這樣講 第一個 大潭八號機 對 一個全新的 沒有經過足夠長時間的 試運轉的廠 六七八院 一間要扛起很大一部分的負載 你覺得安全嗎 你怎麼那麼呆 怎麼樣 我又被罵了 理工科的領域我也被罵 我跟你講這不是理工科 這是政治科 你知道核二它停對不對 對 然後國民黨就會去罵對不對 花姐已經準備好了 花姐又準備好 花姐什麼時候都準備好 他說請問 我們可用四十年對不對 那時間已經到了 那又有儲存潮 你們好友誼反對 人家王美花今天就這樣回答了 回答王美花 已經成功轉嫁到 活活做事 佐佐明年換人執政 還是可以把他恢復 是 但是他要 前提是他不能完成廚藝程序 可是賴清德或侯友誼 只有這兩個有機會當選 是這樣 這兩個人都不會重新啟用 王美花說大家不用擔心 再生能源會填補下來 可是有一個問題 再生能源越多 就是太陽能源越多 風力發電越多 它的間歇的差就越大 它會讓電網的衝撞起伏 它不能除蓄 因為高雄那個除電廠 又被人家抗爭說要撤掉 對不對 停工說太危險了 越是再生能源多 你的電網就越脆弱 你的心血管 你的這個包含了書店的那個潰線 就越來越多衝撞 這個就是麻煩 所以各區輪流限電 或者是直接跳電 是非常可能的 在07年4月1號 脹百分之3 去年7月1號脹百分之8.4 今年4月1號要脹百分之11 所以蔡政府任內到現在已經漲了 百分之22.4% 我要問問蔡總統 是不是已經大幅上漲 蔡總統你要不要出來講清楚 說明白 這個政府有感受人民的痛苦嗎 跟人民的感覺 真的差很大差很遠 民進黨說93%的民生用戶不會漲 但是我要告訴社會大眾 這絕對是一個話術 因為夏季超過700度的月份 會漲到一定會漲到 你只要你的家中有三台冷氣機 它就會漲到 它就會漲到 那這時候呢 你的度數可能會被收到5.8塊或者是7.6塊 換言之衝擊的戶數 絕對不是目前所說的93萬戶 93萬戶 我先修給大家看一個板子 蔡英文在2016年 他選完了 他慎選以後 他慎選以後 蔡總統說 電價在我們預估10年之內 不會有大幅上漲的可能 當然 我正在找 好像2015年 他在選總統的時候 也有講類似的話 說不會漲 從2016年他當總統到現在 這次 已經 漲了三次 這次已經漲了三次 我不知道 蔡總統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叫 食言而匪 身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可以亂說話嗎 可以 讓我們的物價 像一個 奔江的野馬一樣嗎 主要是因為核二二號機 在明天 他的服役的40年期滿了 要停機 那很多人 就會提到說 那這樣的核二二號機 停了以後 那會不會影響到 我們的供電的問題 光大型的機組 他的建設 增加的量呢 就大於除役的量 那這個大型機組 還不包括再生能源 去年 下半季 特別到第四季的時候 我們的太陽光電 增加很多 那更重要的是 離岸風電也增加 開始增加了 所以我們就發現 我們在第四季的時候 再生能源 大概都可以有穩定 一千萬千瓦 也就是一G這樣的出力 通宵的小型機組 已經上線了 他在一月份 他在一月份就已經上線了 那第二個 大潭的機組呢 那確實我們現在 從四月底 會開始測試 那測試到 被調度的時間呢 會在夏天用電高峰的時候 一定可以被調度 夜間風的部分 在這個夏天的時候 第一個 台電的燃氣機組 出力會 會盡量用到他可以出力的點 那第二個呢 民營電廠的部分 會非常集中在 夏天的夜間風這個時間 那另外水力呢 就會更集中在 也是夜間風 那抽蓄一定是這個時間 在做抽蓄水力的發電 所以這一些就是 在 Cover這個太陽光電下山以後 下山以後 那其他的這個電力呢 能夠供應上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調配方式